高財 這就所謂橫財 橫財要第一個 它八字要有相當的福報 開了才有用 所以不見得說 我們每個人求不都有效 我幫你開了才 你每天在家裡 錢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你必須努力去做 那有了這個的話 有人跟我講說 那四個人打麻將 一人一張的話 那誰要贏 也有這樣講 有道理喔 那是這樣 可是所以 但是我放兩張應該是我贏 對 你贏得窒窮 所以這個福 我們是以傳統福奏 傳統的這樣 現在這個比較少用的 前十幾年前多 有說六合彩的什麼時候 對 可是好像種了 得到的錢 可是身體還是家裡的 往往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最近我們比較少用 然後再來這是福德證神的 這是這邊有招財同時 敬保同郎 這是真正的所謂的 比較的財福 求贈財 對 不管說你找你的六合日 或初一十五我們叫做寇軍 初二十六叫做造業 那個時候去土地公廟 去跟他求 你在某某地方哪邊 某某法師有交代你說這個 希望我們的管區土地公 到底公廟你也多幫忙 讓我才旺一點 那我一定努力上班工作 讓我一切財力順順的 相當相當的有用 對 哪是特材的 我還有客人中過大樂透 第二集的二獎 對 可是他有抱著這些紅包 那個就跳過 再來這就是 這樣就留了 職業道德 現在這個和和服就是 等於助援的 雙方感情比較好的 可是他下面有一個五雷 跟一個太上老君 這個是已經到兩個決裂到 可能要拿刀相像 那個時候 當他們兩個思想 都拿刀相像的 老師你還要幫他做和和喔 確定和得回來嗎 不和就離婚了嘛 就是很愛 有感情基礎他才要這樣做 是 我就好像輸入一個軟體 給到他的腦子裡 讓他中毒 先當心冷卻一下 好了 再讓他疏通 是 老師 好有趣喔 你給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平常好比說 家裡如果說被貼服 或者是說人家送給我們什麼服 我們要如何來分辨 他是好的 還是我們可能要被害的 依我現在處理一些事情 已經不用服貼在門樑或窗子上了 第一個讓人家會覺得 譬如說我這房子賣不掉 我給你一張服貼著 很好賣 更賣不掉 對啊 而且第二個很慫啊 對 真的假的很慫 對 你們自己有感覺就好了 對 不能以為老師送給我們的服 我們也是很喜歡 但是很難 如果身上被衣服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一般會貼成八卦 八卦 看你喜歡什麼東西 暗藏著 對 有人喜歡鈴鐺叮叮噹噹 清音樂不錯 還是說一個浮花後面 還是怎麼樣 還是小小的一個銅板 紅紙包著小小圓圓圓的 沾洗氣沾洗氣這樣很好 但是我上一輩是確確實實 門樑也是浮 窗戶也是浮 有時候你要進去那個坦石炸起來 裡面還是浮 床底下也有浮 那是以前 多半是這樣 對 老師 那現在好浮壞浮怎麼分 第一個 依我學 各個門派不一樣 第一個沒有山青的 上面沒有三個鉤的 上面沒有三個鉤的 還是浮鞍的鞍 要浮鞍組織一個鞍 或者叫雨鑑 天地雷電輪 沒有這三個 就像這個陰的符 上面兩個孔 小張這個 是是是 那你就不好看 這個就是比較怪怪的符了